这位同修问的是 在日本怎样才能让佛法、正法在日本弘扬 这个问题 我前年毕丝到日本来访问的时候 跟这边的佛教界的朋友们 谈到这个问题 中国人常说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那么要向正法求助最重要的 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 你没有人来讲这怎么行 那么讲经一定要认定修行 如果你不能够依教修行 你不能够其入境界 你怎么能讲经 你讲的谁相信 所以发行讲经的人 第一个条件 发行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训方法来修行 真正修行 你才真正懂得经教里面的义曲 我自己修行得到了好处 我才会讲给你们大家听 我都没有得到 那么在讲台上一面讲 一面怀疑 自己都不敢相信 你怎么能向别人相信 所以这个呢 那么真正发行是不容易 为什么呢 我刚才讲了 这是我讲经常常说的 十六个字这个障碍 你必须要改正 第一个 自私自义 你要放下 文文立扬 要放下 五语六成 要放下 贪称迟慢 要放下 这十六个字 是基本的障碍 有一个字放不下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修行 佛法里头 殊胜的利益好处 你决定得不到 为什么 这些东西障碍 那么今天我们要找一个人 这十六个字统统放下了 难啊 太难太难了 这十六个字真正放下的时候 你说程度差一点 没关系 我促中毕业 程度并不高 老实讲 三保加持 我跟诸位常常讲啊 清净心 身智慧 善心 生福德 心地清净 善良 身智慧 生福德 前年 我在澳洲 格里菲斯大学校长 邀请我 去参观他们学校里面的 这个多元文化的活动 我们坐在他的客厅 他就问我 他是法师 听说你讲经教学很久 我说是的 那个时候是四十四年 我讲经教学四十四年 他就问 他说四十四年当中 你有没有遇到过 不能答复的问题 我想起来好像没有啊 他说你真真是大学校长 所以他们学校送给我一个 荣誉波斯学位 聘请我做荣誉教授 我初中毕业 确确实实实 他们这些教授校长 跟我在一块儿谈 问问题 没有一个问题 把我难倒 所以关键是真感的 真感的 夏连俱老就是特别强调的 你看在经语里头 要真感的 要真感 要能吃苦 所以佛 我入半年盘之前 留了两句话跟 以戒为私 以苦为私 释迦牟尼佛不在世间 我们一世 谁做老司呢 佛说 戒是老司 苦是老司 你不能吃苦 不行 能吃苦 你才能够真正放下 明文里 真正放下 五有六成 这个东西放不下 那就是 障碍 障碍你 这个觉悟 你虽然读经 你不会开悟 障碍悟门 悟门都障碍了 那正果就不必说了 佛法难 难在这个地方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物质欲望 天天在勾引人 你能够放下它 你才有救 我跟同学常常讲 我四十年没有看过电视 没有看过报纸 这些杂志什么东西 我通通都不看 连世间的书 我都不看 那我心清净 这个东西 最严重的染物 电视 现在的网络 报纸 是最严重的染物 你天天看着去 你这个心里头一大堆的啰嗦 放到里面去了 那我们要修清净心 那你一定要把染物 离开 在今天这个社会的时候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到场虽然小 我们到场的时候 有电视 但是电视 收不到电视节目 只能收到一个电台 奖金的节目 其他通通说不到 所以要长时期 寻求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你们家庭 家庭里都天天看电视 天天看吧 你怎么睡都不会成功 一天念二十万圣佛号 也是寒破喉咙也往然 为什么呢 都乱七八糟东西 往头脑里装吗 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吗 你怎么会心境吗 无可能的事情吗 重要啊 比什么都重要啊 我这个三年 好像每一年都到日本来一次 日本这些老朋友 跟我见面 前几天 在京都 净土宗的一些长老 我晚上请他们吃饭 有五周 水谷先生致辞 他说得很客气 他看到我 好像一年比一年年轻 他很羡慕 水谷先生小我两岁 所以修行的功夫 修行的成就 就在脸上 就在身体上 这是能瞒不过人的 你真修 真有好处 所以 红阀需要奖金的人才 奖金的人才 需要从真正羞耻里面出来 绝对不是大学里的能配出日本 那个人用出来 大学研究所拿到波斯学会 他还是胡思乱想啊 他心不清净的 他不生智慧 他生聪明 事之变从 他没有真智慧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 所以希望大家发行 发行认真修行 然后研究出来奖金 帮助这个地区 把佛法则兴满起来 感谢观看